他这里有很多的宇斗树 那客家很重视教育 就像市长很重视教育 其实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 一棵大树的影子 用剪纸的异象 特委会主委梁瑞霞 向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及民意代表们 解说轻轨站点的客家异象设计 目前轻轨二阶工程还在施作当中 原本预计在年底完工 但施工单位加紧速度 市长陈其迈在视察时宣布 配合台湾设计长的举办 提前到十月就可以完工 届时民众就可以搭乘高铁 转乘捷运再搭乘轻轨 进行一趟高雄的文化之旅 我们本来预期是在今年的年底 但是我们也配合台湾设计长 那也按照我们工程的施工 大概可以提早两个月完工 所以也刚好能够让在台湾设计长的时候 就能够达成捷运红线 从高铁捷运红线 然后到轻轨就可以直接到美术馆 或者是博二 古山哈马星等等这些地区 轻轨爱河之星C24车展建筑 融合客家剪纸意向作为车展的特色 并且将具有客家代表性的蓝色系花布 融入进都市景观中 创造人文艺术的乐活城市 这一个站本身也结合我们客家的一个意向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交通建设里面 也能够融入更多的在地的元素 让大家也能够知道说高雄是一个多元 而且也兼具的对于在地人文的一些关怀 是否持续建构高雄捷运路广 串联南高雄与北高雄的交通 期待完工之后轻轨成员 相信将会带给在地居民 以及来高雄晚的观光客 全新的大众运输体验 全新的大众运输体验